一般我们都以为 荷兰是这个大麻是合法 对不对 其实荷兰是非法 但它只是限定 你在某一些地方上 你可以使用 但是不能离开那些地方 例如说你在 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地方 其实到目前为止 绝大部分的国家 都把它界定是非法 因为大家在医学上知道 这个对人体有害 然后对一些控制力比较差的 它会产生 一些暴力性的 或是伤害性 会增加犯罪力 所以绝大部分的国家 都把它列为非法 有少部分的国家 把它列为就是 限制性的使用 但是我觉得如果陈伯伟 他本身要讨好 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人物 例如说某一些演艺人员 或是什么希望能够 或者是所谓的一些 自认为自己走在时代尖端 但我们强调 是认为自己走在时代尖端 那些人常常不是在时代尖端 他们是适当 他们是在后端 那这些人他们本身 一直主张要 那个大麻要合法 不过我觉得在医学上来说 对这个部分还是很谨慎 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也很谨慎 目前来讲开放的 还是少部分的国家 连美国也没有开放 美国就几个州有 但是大部分的州也都没有 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你既然是立法委员 是政治人物 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你有没有对于你的选民负责 你有没有去把这个部分做很仔细的 深入的研究了解 然后再看看台湾的地方的特殊性 会不会对于犯罪力有增高 会不会对于我们的青少年造成伤害 会不会对于我们的整个国力 这各方面会不会产生影响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谨慎的评估 不过我还是讲一个 我所看过的一个人 这个是一个蛮典型的一个人 有一些人他平常很嚣张 很扮扶 平常就是不可一世 很嚣张 然后呢 那个也目无尊长 然后对于别人 就常常鄙视 攻击 侮辱 他嚣张扒扶倒不行 那可是当环境对他不利了 例如说现在他本身处于弱势地位 例如说他违法了 他跟他打架 他去打人家 那他违法了 违法以后警察抓起来了 那警察抓起来以后 他就发现事态严重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 他就马上就完全认错 变成一个人 变成另外一个人 怂了 说了 然后就是我错了 我真的不应该 我只是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只是 然后装得很可怜 然后后来引起了一些人的通情心 然后他通情了以后就说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 你让你让你让你 对就是小小的惩罚你一下 谴责一下责备一下 然后过了就好了 那就是那你们就签和解书吧 结果和解书一签 签了以后和解了 他突然间翻脸了 固态赴盟 你们这些人就是loser 你们就是失败者 你们被我玩了你知道吗 你啊这个 被我骗了 你被我骗了 我演出戏你们就傻傻的 还相信我是好人 你为什么总统没选上 朱立伦你为什么总统没选上 你为什么这个立委也没选上 你为什么到今天才选上 中国共同党的党主席 因为你被我骗了 你这个失败者 江启臣 你为什么党主席会落选 跑回台中当个立委 你就是一个失败者 台中的海线的县民 你们都是失败者 你们都被我骗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就是一些loser 你们就是没钱 没事 然后收入没多少钱的人 你知道我立委一个一年 有多少钱吗 我立委一年 我可以有900万到1000万 我自己十拿可以拿20万 你们是什么东西 你们都是一群失败者 我一个三十六岁 我就长有一个月的月薪 二十几万 我还有很多的选举募款 我还可以在法院里面 我还可以在立法院 叫这个部长来 叫那个部长来 叫他翻译 叫他骂他 修赌他 逼他讲台语 对 你看我多大 我多厉害 我才是一个成功的人 你们都是loser loser 对这种心态很可怕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 现在看起来罢免要成功了 已经在推了 而且很多海线的民众 已经忍无可忍了 忍无可忍 然后要跳出来了 这个时候他一看民调 一看情况 再看看民进党的 每个人都在装得好像帮他 可是没有真的实际帮他 但他感觉有点害怕了 他看情况对他不利了 这个时候开始 我一个立委没多少钱 对 钱很多 我懂老师 你刚刚举这个例子的意思 20万一个月 一个月20万 一年将近1000万 我可以养一堆立 我可以养一堆助理 那些助理是在为我服务 不是为选民服务 是为我承播为服务 你让我不爽 我就把你fine而掉 所以那些助理都在为我服务 帮我开车 帮我接电话 帮我安排事情 帮我打理我的一切 帮我包装形象 这些人都在为我服务 我还可以募款 我还可以这个募款 那个募款 那个募款 所以 这么样的一个猜势 如果真的被 我海线的这些民众 罢名掉 我什么都没有了 他害怕什么都没有 如果他真的觉得 那个钱那么少 我的工作那么苦 那干脆你就辞掉 大可不干啊 你可以不干的 不干最大啊 对不对 没有那么辛苦啊 因为没有人逼你干 真的 第一个 没有人逼你干 没有人逼你要做这个事 没有人逼你要拿这个薪水 没有人逼你要把这个钱拿出来 你可以都说我不干了 我就是一个很有格调的人 我就是支持大马合法放 我就是支持大马要用合法 娱乐用阶段性来开放 一步一步开 台湾要独立 大马要合法 然后从下开始 我就是这样子 你们爱怎么样 这怎么样 我不干了 可以吧 我很有格调 我非常的有格调 老师他这样子 我还跟他按赞 我刚刚你叫什么好 可是现在不是啊 现在完全变了 完全变了以后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说 他目前哭的这一招 如果海线有一些民众 他心软了 然后他忘了 他没有好好的在立法院问证 他忘了 他们选出一个这个能力 内涵 法律 对各方面都专业不足的人 那他们本身对地方也没有建设 也落后了 然后别人有在建设 就是偏偏我这边没有 然后什么地方的工程 什么地方的发展 用肺呼吸 用肺发电就好了 对都没有 然后台中污染的一塌糊涂 然后你还帮 他们还在污染 还在伤害台中人 这样的一个情形 如果今天海线的民众 心欲软 被他骗了 他等到他连任了 他反过来 你们这一群辱蛇 你们就是这样子 我两三下子都把你骗了 难怪啊 你就只能配住在海线 我完全懂赖老师的意思 就这个意思 这个心态超可怕的 所以你看他从选举当选 到现在判罪两人 对 那你怎么知道 他判罪两人以后 他回过头来 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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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羞辱将启成 羞辱朱立伦 羞辱当初推动的 还有严宽衡 他们家一定会被羞辱到底 说你看你们这个假 就是一群没用的人 黑道流氓 然后要罢免我也罢免不了 你们算老几啊 你们根本就是 可以从台中消失了啦 你们可以从台中的政坛 消失了